你推我我推你 现场民众齐声高喊往前推挤 许多人占言传不稳开始放声尖叫 根本不知道前方已经出神秘 而还原事发影片 有目击者指出带头推挤的就是他 多名目击者表示 年约二十多岁头戴兔尔头饰的男子 带头高喊往前推 目前虽无法证实 但南韩警方表示 受证词属实绝对会严惩蓄意教师者 猜他意外酿重大伤亡 现在网路上也流出多段不同角度画面 看看事发没多久 即便位在上方的民众 仍有多人已经失去意识 还有男子伸手摸女子脉搏 确认是否还有生命迹象 更别说被压在下方 救难人员拉眼拉不出来 CNN记者还原现场 发现伤亡几乎集中同一处 事发当下在约五点四平的展向里 就挤满三百多人 让最先跌倒的第一批人 最终被压了十层高 不少接获噩耗的父母心碎哭断肠 当场昏倒在地 无法接受再也见不到宝贝儿女 甚至有父母还找不到失联孩子 只能紧握手机低头室内 希望出现一丝希望 而事发当下一名店家员工表示 由于单价和人力不够 只好徒手扛人 来回旧搬运多达50聚遗体 在场目击民众短时间恐怕也创伤难平 散灵新闻 传统报道